今天要去哪裡玩? 我是你們的旅遊指南針,曾蔡父親 今天我們要去台灣版的侏羅紀公園 這裡有超多逼真的恐龍 讓你可以摸可以騎 讓你深入其境就像來到侏羅紀公園 不僅僅是小孩的遊戲天堂 同時也是寵物的好玩樂園之一 這裡就是位於台中的波比星球 現場成人票價是490元 如果網路購票的話是450元 寄來之後還有提供底用券 可以在裡面購買商品做使用 好啦,現在就跟著我出發前進園區 裡面的空間非常的寬廣 每一個區域都有不同的恐龍 會在旁邊隱藏著 不管是陸地上的還是天空中的 都可以發現園區裡面所有的小巧思 只要人一靠近恐龍就會發出怒口聲 園區裡面有一個吊橋 非常的刺激有趣 就好像是來到侏羅紀公園探險一樣 橋上有做我空的設計 可以看到底下的河川 裡面除了可以看恐龍之外 還可以餵魚玩水 有非常多的遊樂設施 可以提供給小朋友來做暢王 可以看到園區裡的恐龍 不管是在眼睛上、皮膚上的觸感 都非常的逼真 園區裡也超好拍 我覺得規劃園區的人非常的厲害 不管是造型上的設計 還是恐龍整體的細緻度 在每一個部分的細節處理 我覺得都非常的用心 1比1的大小比例 同時旁邊有恐龍的簡介 不僅可以讓小朋友玩樂 同時也可以達到教育的意義 接著我們來到健康平安洞 只要穿過這個洞 就可以保健康平安洞 你的狗狗好逼見啦 旁邊還有一個沙坑溜滑地區 在沙坑裡還可以挖到恐龍蛋喔 旁邊還有寵物專用的遊戲場 可以讓你的毛小孩在這裡進行的奔跑 今天天氣實在太熱了 所以買了一隻雙麒麟 這一隻雙麒麟80塊 有草莓口味還有香草口味的 都可以使用園區內的底用券 園區裡除了恐龍式亮點之以外 裡面還有溫泉魚 可以讓魚吃腳皮 在這裡可以體驗不同的碳酸泉 以及魚種 每一種魚吃腳皮的感覺 都有不同的感受 非常的好玩喔 而且園區裡非常的有氛圍感 他們會搭配侏羅紀公園的音樂 讓你就像是身處在電影一樣 不僅可以讓你觸摸到恐龍 還可以讓你騎上恐龍 拍出最炫最好玩的照片 但是如果是暑假來的話 記得一定要做好防曬跟補充水分 最後我們來到大廣場區 這一台恐龍車5分鐘100元 讓小朋友騎上會動的恐龍 而這一區也是最後可以享用美食的區域 上面有一個餐廳 旁邊都還有其他電動車的造型可以做選擇 另外這裡有和服恐龍中的租借 最後當然就是要讓小朋友來買紀念品 這裡有個紀念品商區 有各式各樣的恐龍周邊商品 讓小朋友帶回去做紀念 不管是吃的玩的用的 這裡通通都有想要體驗台灣版的豬肉雞公園嗎 這裡這麼好玩你還不趕快來